昨晚,2018女排式锦赛,小组赛最后一轮,中国女排与意大利的比赛,中国女排在先赢第一局的情况下,第二局关键分没有把握住丢掉,第三次局更是一传不得位,进攻无力连续输掉。 最终,以一比三不得对手,无缘小组赛五连胜,以小组自身一副的成绩,排名第二出现,而意大利队则是五连胜,小组第一出现,随着小组赛全部结束,中国队所在F组的八支球队也是全部产生。 他们分别是B组,中国队,意大利队,土耳其队,保加利亚队,C组的美国队,俄罗斯队,泰国队,埃塞白江队,这八支球队将争夺三个六强的席位。 接下来的复赛中国女排,将与C组的球队进行逐一交手,到18支球队击飞前三个进入本届市仅在右侨,小组赛成绩带入复赛,同区对手不再交手。 中国队复赛具体赛程如下,10月7日周天18.20分中国队VS泰国队10月8日周一,15点10分中国队VS泰国队10月8日周一,15点10分中国队VS泰国队,再加强队10月10日周三18.20分中国队VS美国队10月11日周四18.20分中国队VS俄罗斯队,只要是节目了解,CCTV5将会对中国女排复赛进行全程直播。 关注喜欢女排的球尼,可别错过比赛时间哟,从中国女排目前的情况来看,要想进入六强,首先要先赢下泰国队,爱在百姜队,而且是尽量不要丢分,接下来就要力拼美国队和俄罗斯队,这两支球队最少要拼下一个,闯进六强才希望打。 不过,现在中国女排姑娘们还是不要想太多,先打好每一场比赛吧,加油。